而美国加州因为一直在热穹顶 效应下华氏破百度的高温 也是用电吃紧 因此电力公司31号发布弹性警报 即将进入第三天 要求民众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 节约用电 避开尖峰时段为电动车充电 不然下一步就是轮流停电 这时候加州还面临了新野火 失控蔓延 从星期三到现在 一天烧掉5200英亩 目前能够控制的范围只有12% 进入9月 美国加州的热浪依旧没有缓解的迹象 华氏破百度的高温再次引发野火 自周三开始蔓延 已经烧掉5200英亩 干燥的大地助长野火 造成5号洲际公路部分关闭 直升机从高空洒水 与地面的消防队员合力阻止火事 但截至1号上午 仅12%被控制住 还有7名队员因热伤送衣 炎热天气让用电吃紧 州长纽森发布紧急状态 要求电力公司增加产量 同时呼吁民众供体时间 电力公司因应要求发布弹性警报 呼吁民众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 没有太阳能可以补位的时段 自主节能降低轮流停电的风险 除了调高室温设定 尖峰时段的主要节能动作 还包括关闭不必要的电灯 和避免使用大型电器 以及为电动汽车充电 根据官方资料 加州注册的电动汽车超过110万辆 占全国的39% 而八成以上的车主 都是下班回家前才充电 只不过加州才刚排版定案 2035年全面禁止贩售燃油新车 电动车的占比能预期将持续增加下 如何不给电网带来压力 一间电动车出租公司老板认为 扩大DC直流电充电站是解方 极端气候让加州溶造在热穹顶效应下 接下来一周气温都将比平均高出10度以上 并在9月5号劳动节假期的周末达到高峰 加州也将迈入限电第三天 加州的水情也不乐观 科罗拉多河的水未拉警报 早在8月中联邦政府就宣布将减少亚利桑那 新墨西哥和内华达州明年的供水量 虽然加州因为较高的水泉暂时得到豁免 但科罗拉多河只有一条缺水 对于农业民生用水和水力发电的影响 势必持续扩大 极端气候肆虐 因为美西大汉让加州严正以待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